今天把香辣牛肉酱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学会了就不愁没有下饭菜了 咱们先准备红辣椒五斤 能吃辣的放点小米辣 掰成小块 用搅肉机搅碎 牛肉一斤半 搅成颗粒 去皮的收花生200克 搅成花生碎 蒜瓣250克 搅成蒜蓉 锅中加一斤半豆油 四层油温 把蒜蓉下锅 认真教大家做菜 希望大家能给个小红心 谢谢了 炒出香味 倒入牛肉 把牛肉炒散 炒到没有红的了 加400克黄豆酱 炒出酱香味 然后把辣椒全部下锅 翻拌均匀 烧开以后关火 加150克白酒 米醋100克 白糖150克 盐170克 花生碎200克 熟芝麻150克 开火一边搅拌一边加热 开锅后调小火 一直搅拌25分钟 不然粘锅 关火自然晾凉 然后加入15颗味精 搅拌均匀 放入有盖的容器 冰箱冷藏保存 能吃到过年 学会了 每年辣椒下来的时候都可以做 吃到 吃到 我们去吃到 到了 我们来 好